大太陽下騎士不但自己全身包緊緊 機車也是 居然用一塊布蓋住了儀表板 這是在幹嘛啊 很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的儀表板是有貼那個 一層 不知道怎麼說 那個膜 網路上也有人停紅燈 看到旁邊的大哥 儀表板也是蓋了布 還用束帶固定 有人說是在忙起 還有人說是在幫機車防疫嗎 里程術難道是隱私 不懂怎麼把儀表板蓋起來 詢問內行的 原來多了這塊布 能省好多錢 機車行老闆說 儀表板今年累月日曬 偏光片就會壞 維修費不便宜 維修的話部分它有一兩千塊 整個新的大約四五千不等 網路上有人賣儀表板防曬套 一個要499元 想省荷包只要一塊布 同板架就能有一樣功效 機車行建議 可以選用暗色系的布 像是紫色藍色 但不要全黑 因為黑色容易吸熱 不少民眾也會直接用龍頭罩 或是衣物遮蓋陽光 機車多蓋一塊布 保護愛車 算盤一打 最多還可以省五千塊 記者楊盛王士涵 台中採訪報導 健身房居亞林做重訓 連續運動就想活得更健康更長壽 日本有研究列出八項 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只要能做到六項就能多活六年 我幾乎每天都會吃水果或是魚 大概只有第五點比較OK吧 這八項都蠻簡單的這樣 然後除了第四項做不到 就是一到三就要吃那個比較困難 想更長壽的八大方法有哪些 包括每周吃滿七次水果七次魚 每天會喝牛奶有規律的運動習慣 每天至少走路半小時或是每個禮拜至少運動五小時 再來就是BMI值在標準範圍 不吸煙不喝酒 睡眠時間有五點五到七點四小時 這八項只要做到其中六項就能延寿五到六年 如果說每天可以至少半個小時的運動時間 可以降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風險 實行到越多的項目呢 可能對我們的健康會有更多的一個好處 簡單來說要吃對食物多吃多動 再加上充足睡眠良好的生活習慣 改變身心健康自然就能更長壽 記者松沛城 陳山山高雄採訪報導 你剛是坐這台下來的嗎 對 對 對 你現在定位有跟著跑嗎 就前面那台啊 遠景開警車載著一名十六歲少年往前衝衝衝 因為上年前包掉在公車上 下了車才發現 他趕快打開手機 追蹤錢包裡的定位防丟器 報警追公車 射進你的公車 射進你的公車臉面給你看一下 有啦 他皮包在這裡啦 對啦 掉在這裡 終於攔截公車 少年衝上去照錢包 好在錢包原封不動就在座椅上 打開清點也沒有短掃 讓少年鬆了一口氣 幸好他在錢包內有放定位防丟器 及時掌握錢包的位置 不知道在哪真的找不回來 除非遇到有人是警察局 定位防丟器小小一個像敢硬扣 經常被拿來放在小孩或寵物身上 防止走失 單品自己的一雙鐵腿 鐵定追不上公車 那求助家人又沿水救不了近火 少年錢包吊在公車上心急如焚 好在靠著定位防丟器加上遠景神救援 三分鐘就追上公車召回錢包 記者揚聲王氏涵台中採訪報導 民眾虔誠拜月老希望求得好姻緣 而日本一名50歲大叔 從日本寫信跨海到台南 拜託月老牽線好姻緣 日本這位先生信封上 還著名吉見 求姻緣信件是Airmail搭飛機來台 內容寫著拜託月老能跨海幫忙 希望結婚生子 而前後已經不止一封 廟方人員從今年一月開始 收到日本寄過來的求姻緣信件 到目前為止已經累積46件 由三位日本人寄來 而跨海寄見求姻緣 民眾罕見 但廟方已經習以為常 這信尊是無言佛戒 不必說日本 美國 美國 大家也有社會來救 受到疫情影響 外國鄉客沒辦法親自來台參拜 改由親筆寫信求姻緣 而這位50歲大叔 每兩周既極見一次 希望月老能加快速度 讓他早日脫單 記者來關章 台南報導 新竹縣第一個青創基地 落腳明星科大 鼓勵青年扎耕 和14個青年團隊簽約 也象徵著創新創業輔導計畫 正式展開 由這些業師 總共有24位這些創業的顧問 來幫我們輔導 包含我們的財務 實際上法律的一些諮詢等等的 來協助我們的14個青創的團隊 新竹縣府要做青年創新創業的後盾 成立青年創業輔導團 提供各方面的諮詢傳承經驗 把實戰的經驗透過論團討論 跟實務的操作學習 讓這些青創的團隊可以得到18班的武功 佔地280坪的基地規劃辦公空間 新創辦公室跟學習教室等區域 柔軟硬體 縣府架構產官學交流平台 讓返鄉青年有創業舞台 朝產業大學成的目標邁進 記者何孟謙 新竹報導